妳的煩惱是什麼 我煩惱就是 我想要換個顏色 我想要染的是紫色 上一次我們請了台北知名的設計師幫他設計髮型 弄得非常好看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非常漂亮 不過我從我這個角度 太像那個你知道嗎 中古代的大陸劇有一個像楊過 中間會有這個髮型有沒有 楊過他會飄一個這個 飄一個像這樣子 妳知道嗎 楊過他不是這邊都會像這樣子 髮型長度不用變 染色就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我們請台北的設計師幫他染的頭髮 其實染的蠻漂亮 而且都已經褪色了 褪的也很漂亮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染囉 那我就先把上面黑色的地方先抓起來 上面的顏色呢 會變成他想要的紫色 昨天的那個客人來說一下 同學有沒有反饋或者是 就是說明一下有什麼動作 有 有些男生會說我長得像皮諾丘 就是 瑪利歐的皮諾丘 一種蘑菇 對 然後那個彩盤 然後 有女生跟我說我長得好像八角水女 嗯 八角水女 聽起來都是可愛的生物 還有說一樣東西那個什麼 小豬菇 嗯 你喜歡嗎 這些名稱 喜歡是喜歡 又不喜歡那個小豬菇 把它改成小菇菇也可以 不要改小豬就好 他們想要在他畢業前 看到他 換髮型的樣子 啊 啊 說不定可以帶新造型去國中 然後被剪掉 不會啦 因為到國中的時候可能已經退光光了 啊 而且從那裡面耶 好來 國中不愛辣 他這次要染的是這個 辛炫 電子 好我們翻過來看看喔 他不同的髮色染出來是不同的顏色 姐姐應該會介於這兩個中間 因為他的頭髮比這個再淺一點 然後再比這個再深一點 一般他B劑原本就在罐子裡面 我們只要把AZ加進去做混合就可以了 搖20下 有了 就順著滑下來就可以了 不行 都搖了 就行了 我選擇了 你 我選擇了 你 我選擇了 你 做得了 你 做得了 你 我選擇 可以 我選擇 我選擇了